3月强势标股 百花齐放 春暖花开388 强股出击优惠专案 标股出动 标股追击 标股就是要赚大的 筹码大师APP 找到荡荡标股 30年经验 为你找寻 倍数获利 最好的时机 请你立即跟上 立即加LINE填写表单 或拨打02-2542-6999 春暖花开388 要你一起赚钱 选择筹码强势股超盘手 非你莫属 大家好 我是筹码大师李中心 这几天大盘的走势还真刺激 像看礼拜四礼拜五 大盘见到短线高点 2万点20065之后 出现了疯狂的下跌 我记得上礼拜五 还出现39档跌厅板 这是好几年以来 不曾出现跌厅板 那么多的状况 可是上礼拜五融资大减 减了70几亿 昨天礼拜一 融资又增回来了 大概增了七成回来 增加了53亿 可是老师 昨天增加53亿 今天盘也不错 今天盘还大涨了180几点 增加了4500亿 今天的收盘是创下了 虽然没有创历史新高 不过收盘创下了历史新高 那今天的最大工程在哪一档呢 今天最大的工程在红海 我相信今天台面上大家都在讲红海 大家都在讲红家军 可是其实我们在昨天 我们系统就出现讯号了 这蛮有趣的现象 蛮有趣的状况 我待会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记得 应该是一个多礼拜前 还是两个礼拜前的直播 有一位投资朋友有问 老师我红海怎么看 我当时我待会就会把 当时我跟大家分享的状况 跟大家分享 那到底红海 为什么昨天我们系统出现讯号之后 今天变标股了呢 真的蛮有趣的 待会我会跟各位分享 那其实你看 在上礼拜四的盘前 我是不是提醒大家 周小金股不要乱追 对不对 追高容易短套 所以OTC在上礼拜四 上礼拜四哦 见到高点 集中市场在上礼拜五见到高点 哇 见到两万点然后中错 对不对 好 那今天盘是表现不错 可是你看 经过上礼拜五的大震荡 上礼拜五 39档跌停板 我昨天盘前 礼拜一的盘前怎么说的 指数开地不要追杀 没鬼拉回对不对 因为上礼拜五融资大减 中小型股反而可以留意 技场的机会 所以昨天是买点 而不是今天去追 所以昨天反而是中小型股 有些中小型股票的买点 而不是在追杀 所以你看 如果你看到我盘前叮咛 上礼拜四盘前看到 你知道你礼拜四就不应该追了 上礼拜四不应该追 那昨天早上不应该杀 是不是 是不是高低点又完全被掌握到了 所以当然盘前叮咛 你不能错过 那昨天我大事这话怎么说呢 大户短线进出 因为其实你看 周小型股 行股果然甩开前两天的悲情 对不对 那上市会涨停加速35档 礼拜五上礼拜五跌停加速才39档 哇这些内置大户真的是 因为做得很短 所以呢 各股的震荡也格外的剧烈 所以操作上建议各位 不太有把握的股票 尽量不要追高尤其是涨多的 你应该可以留意 强势股逢拉回进场的机会有没有 融资大截或大户做短不宜追高 操作不宜追高 这是我在昨天晚上大事要说的就是 短线连续喷出的股票你不要追 但是有拉回的股票 或盘整区刚突破的股票你才可以留意 这是目前高基期和低基期的不同 像今天的昨天 其实昨天 红海就有表现了 那今天的红海更是 让大家跌破眼镜 红海都拉到快涨停板 太夸张了 那为什么红海会出现这些现象 纯粹是落后补涨吗 还是 可以从技术面筹码面 看出什么端倪呢 我待会跟各位好好的分享一下 我们先来看昨天的美股 昨天美股其实还算是开低走高了 道琼勉强受到平板以上 其他的三大指数都收黑 费城半导体其实是延续了上个礼拜五的跌势 那所谓的晶片个股呢 表现不好台积电ADR昨天晚上跌了个5% 怕死人 所以昨天 昨天晚上的台指期货夜盘 表现也不理想 不过昨天老是台北股市 起货夜盘那么差 今天台北股市吓死人 怎么回事 我待会跟大家分享 其实美元指数往下贬值 台币往上也贬值 这倒蛮奇怪 我们待会看一下 新台币和美元的汇率 来 道琼这个背离化解了没有 没有 对不对 指数过高点 KD指标一路一路 高点都没有过前波高点 道琼的背离还在 对不对 所以道琼下来修正 过热指标 是很合理的 那标普呢 标普也背离啊 对不对 标普背离问题也没解决 纳斯达克也是一路创高指标一路背离 两次背离 所以 这些 三大指数 包括道琼包括标普包括纳斯达克 背离问题都没化解 唯一在这里化解背离的是肺半 这里这一天 背离化解完之后肺半往上冲 不过往上冲之后 最近又快速拉回 上礼拜五的长黑 其实昨天肺半仍然是下跌 但是我们这样说吧 肺半的下跌 有改变多多走势 没有 并没有改变多次的趋势 那指标出现瑕疵吗 也没有他MAC的还正的 所以 肺成半导体还是美股四大指数里面 算是比较强势的 技术面也是比较正面的 只是 他短线喷出大涨之后呢 出现了技术性的回档 因为 短线大涨累积了比较多的获利的卖压 所以在高档呢 大家选择 今天要公布 晚上公布CPI 对不对 消费者物价指数 礼拜四 要公布生产者物价指数 在没有公布之前 先散了吧 那台北股市今天领先上涨 其实也预期了今天晚上 公布的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 应该 是符合市场预期的 这是我的判断 所以 你会发现 经常是台股领先国际股市 台股领先美股 来 所以我常说股市唯有领先才是赢家又如何领先 刚刚各位看到了 礼拜四的盘先提醒大家短线不要追高了 一路都做多 可是礼拜四建议各位不要追高 因为短线累积了 非常非常大的涨幅 礼拜四 OTC的回档 礼拜五 创高的拉回 所以礼拜四 礼拜五那两天 我相信市场 被震撼到了 还有礼拜五 竟然会有39档跌停板 好几年没见过 礼拜一又没事了 今天又 习惯 跌了两天又涨了两天 好像没事 重点是 个股的选择和买卖点的掌握 所以 如果有我们的 大世界化 有我们的盘前叮咛 你是不是对这个盘式的脚 脚步 节奏 就能抓得很准 所以我常说 唯有领先才是赢家 你看我们怎么领先的 在去年的11月20号 我就认为 这个 这里 从去年10月底 11月初开始这一段 叫做主升段的主升段 这是主升段的第一段 出升段 主升段的主升段是从去年的 10月底 11月初开始的 当时指数在17,200呢 17,200 17,200 在去年的11月20号 现在就两万点了 已经涨2800点了 是不是提早预告 是不是领先全市场 对不对 就正常涨到20065 完全印证 对不对 好 你看 回答的起上点在今年1月5号 当时也没人看得出来 这根K线 到了昨天 变这么短 因为这里是在涨太多了 到了3月8号上礼拜五 回答涨到 974块 涨了98% 昨天的回答继续跌 因为Fatbank其实 一根藏黑之后 昨天也是回党 跟这些晶片股票也都有关系 那我们这样说吧 这样子拉回有影响多头走势吗 也没有啊对不对 他这里回到月线就上去了 这里才回到 回到10均线而已 所以我个人看法 挥达的趋势 并没有变 只是短线上 涨多的获利卖压 这是挥达昨天的走势 说在相对低档 所以今天的台北股市 当然台积电可能手当其冲 今天台积电没有动 不过今天洪家军 尤其是洪海 真是强 洪海怎么会这样 我待会跟各位分享 来 所以你看 去年底就是10月份 去年10月底11月初 当时我说费半低档背离 而且11月份开始 就是主生段的开始 当时我在 节目里面 首先提出来 费半低档背离在去年的 11月1号 新台币的高档背离也在去年底 在节目里面不断的跟大家提醒 新台币你不要再就 把台币抛出换美元 你也不要去 贪图美元的定存利息 美元升值利息又高 是不是要把台币换成美元 当时我极力阻止大家 把台币抛售 你其实应该把 其他的货币 尤其是美元 换成台币 是不是 就台币真的 从这里 一路狂升 往下是升值 竟然升值了5.7% 那最近台币 其实也算好事 稍微往下 往下是升值 往下终于了 本来这段贬值是蛮奇怪的 对不对 台币股在创新高 现在币怎么会贬值呢 现在已经在新高附近 在2万点附近 台币 微微的往下升值是好事 其实看美元指数 其实美元指数这贬值 比台币升值还快 对不对 还快 所以美元指数的MACD 已经转负了 新台币的MACD还不错 终于转负3天了 这对中期来讲 新台币的汇率 转为升值是好事 因为 新台币 汇对的 K线 这个K线往下 是升值不是贬值 美元指数往下是贬值 新台币 这里往下是升值 把图搞清楚 德国股市其实上礼拜才创新高 回档也不升了 就在高档震 并没有出现瑕疵 那法国股市呢 其实在上礼拜 才刚创新高 来到8048点 创历史新高 不过 法国股市有点高档背离 如果内行的发现 这里创新高 KD指标好像没创新高 对 如果稍微震荡整理一下 震荡一下 MACD要转负了 可能短线上 法国股市应该进入整理 欧股 可能也面临整理的状况 可能跟 道琼一样 日经指数呢 最近这几天跌得比较快 南韩股市大概还在今年高点附近 那我们看到台北股市 真的蛮刺激的 对不对 上礼拜五 那个大震荡 有没有 今天这根收盘 几乎收在 这段期间历史的收盘最高 因为 上礼拜五 跌下来收盘收在这里 对不对 所以 今天的收盘是 创下收盘的历史新高 表现还不错 你看KD指标 连80都没有跌破 还在 其实超强势的走势里面 加权指数来说 也没有什么背离的问题 电子类伍也很强 也创下这段期间收盘的高点 再来就OTC OTC是上礼拜四 对不对 所以上礼拜四盘前叮咛大家说 短线 涨多的股票不要追高 OTC如果你追下去的话 就很痛了 因为 上礼拜五OTC是长黑 不过 这两天果然如我的预期 逢月线之后谈起来 不过这个谈起来要提 提醒大家注意一下为什么 因为MAC你转负了 对不对就跟这里一样 他有没有谈起来也谈起来了 也谈起来 所以未来这里谈起来 不管过不过高 如果过高点 更要慢因为过高点 他高档背离 因为你这里如果过高点 KD指标绝对来不及过这里 绝对来不及 所以未来几天 可能 下半周甚至下礼拜 如果OTC指数创新高 那个位置 是各位你现在短线上说 要减碼的状况 这是我在这里跟大家提醒 因为比较有可能跟这里一样 他过高 这里有没有过高 有 这里有没有过 没过 可能未来会出现这个现象 或者跟这里一样 他没有过高 因为MACD转负 这里KD勾起来 这里未来 这里KD勾起来 黄金交叉记得 要做一些部分的调节 尤其调节你手上 MACD是负向弱势股 这点请你记起来 所以来 我帮各位打造了一个专业操盘手的分享平台 你一定要加入 扫描QR Code 成为我们的好朋友 那你可以在lite上面看到 大世界化 每天的盘前叮咛 筹码表格 还有每天的强弱势股的温度计 我们会把 全市场 技术面最强的前五档 和最弱的前五档 跟大家分享 正因为我们APP 有打分数的功能我们才能把 技术面打分数 你才能排序 你打了分数才能排序 不然你怎么知道前五名是谁 对不对 因为打了分数 你才能知道名次 那如何打分数 全市场唯一能把股票 技术面打分数的 操盘系统 唯一能把股票 技术面打分数的APP 就是 筹码大师创造这套 致富赢家APP 来 所以如何看到大世界化呢 很简单 你就点击手机右上角的记事本 放大起来 真的很像一个 笔记本 你点击手机右上角的记事本 记事本你就可以看到 我刚刚说的一些内容 来我们一项每天都要跟大家复习一下 赢家那三大要件是什么 看对趋势 选对股票 遵守机率 看对趋势 其实非常简单 如果你看不懂 你就锁定 筹码大师节目 订阅筹码大师节目 每天观看 你就知道 尤其是盘后 盘后的大世界化 还有盘前 对不对 刚各位看到了 上礼拜四的盘前 昨天早上盘前 是不是非常关键 所以盘前叮咛 还有盘后的大世界化 你都必须锁定 订阅我们就对了 看对趋势 跟上赢家的脚步 再来 选对股票 待会我就跟各位分享 老师今天 鸿海超级强 怎么看 我相信很多 投资朋友 今天都在关注 鸿海怎么看 那待会就跟大家分享 再来 再来就是 操作的纪律 遵守纪律 来 我们在标股怎么选出来的 量 价 筹码打分数 我们不是简单的指标交叉 我们是透过量价筹码 加全平均 达到95分之后 我们才会有讯号 所以有些APP的新的使用者说 老师我自己是股票 怎么搞了半天都没讯号 我们这样说 不是没当股票大涨都会有讯号 也就是说他必须达到量价筹码95分 他才会有讯号 所以 你的股票可能一下 黄金交叉 或者是 其他指标 黄金交叉了 或者是均线翻多了 老师为什么他没讯号呢 因为 他量价筹码达不到 我的评分 所以不是没当股票 他都会有讯号 尤其是全资股 有讯号的机会就更小了 因为 要达到95分 真的不容易 照比例来说 哇 你的筹码要占权重多少 因为大型股的权值很高 量价筹码的吩咐 真的不太容易达到95分 不过 蛮有趣的 鸿海昨天就达到95分 我们看一下 你看 团队权力资源 生活个人单打独斗 因为很多信费人说老师 我是股市小白 老师我股市经验不多 老师我之前操作都不顺 其实很简单 你APP带回去 你就照案表操课 你就看着讯号 老师讯号出来我还是不晓得怎么选 所以有说 团队权力资源 在每天的1点到1点15分 我会提醒大家 哪些股票 例如说我把今天出现讯号的股票 整理起来 浓缩大概四档 两档到四档提醒我们的家族成员 哪些股票 出现启动讯号 哪些股票出现加码讯号 举例来说 这是昨天 昨天启动讯号 鸿海 有没有 佳金和姓景我在前两天就讲了 因为佳金和姓景在 上礼拜五 就出现启动讯号 那昨天又出现加码讯号 所以这两档我们就继续call 对不对 好 鸿海出现启动讯号 对 好玩了吧 来 鸿海昨天出现启动讯号 3月11号 老师鸿海有启动讯号 对 这一根 还没达到95分 所以老师这根还不够 这根还不够 这根还不到95分 昨天有了 结果昨天有了之后呢大概说109.5 今天竟然变得119涨10块钱 9块半 鸿海都变标股 你看 连续两天95分 是不是变得知优生中的知优生 真的蛮有趣的 来各位看一下 红海的月线如果还原全资的话 其实红海的月线 已经快要创历史新高 如果这个地方过的话 所有买红海你只要跟他除钱除息 几乎快要没有人赔钱 红海还原全资几乎在他月线 几乎快要创历史新高 这创历史新高起来 感觉上不得了 对 那其实今天红家军有些股票也涨 但是为什么红海在昨天 领先出现讯号 这点很有趣 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观念 我记得在 大概两个多礼拜前 在这里的时候 这位投资朋友说 老师你红海怎么看 我说那红海买了什么价位 当时红海大概收 大概102 103 他说老师我买了99块半 我说买99块半很厉害 因为最低这一波好像是98块半 他几乎买了最低点这里 当时我记得我跟他说 红海我是不太会买的 因为 红海 很牛皮 这段期间最高最低 差不多10% 这里到这里 大概差七八 七八块钱 你即使买最低 盘了好几个月 你大概赚5% 买在最低 卖到最高 大概赚5% 这里最低98块多 这里最高104 真的很难赚 但是重点 你看 你等了好几个月红海赚不到10%大概赚5% 即使你买最低 但是昨天买进去红海 今天赚10块 这就是我所谓的 效率操作 你最近几个月买红海 如果你买在相对低的 你买在100块以下 能报到今天 我给你拍手 那表示你的操作逻辑是对的 甚至是 如果你这两天也去加码红海 那更棒 那也是对的 如果你买在盘整区买了这一段期间 这两天终于赚钱你把它卖掉赚个5%7%你卖了 那就可惜了 我们的逻辑是 昨天进场 今天10块钱 你看一下红海其实很简单 来 你买在这里有效率没有 这里最低 到这里 不到10块钱 你放了4个月 没10% 赚10% 很辛苦对不对 又没什么价差除非你买最低卖最高 但是在昨天进场 今天 几乎10% 10块钱 10块钱 你在这段4个月 买最低卖最高赚不到10块钱 昨天进去一天就10块钱 这就是我常说的 效率操作 了解了没有 所以很简单 很简单 来 你看 洪家军的台通8011 是不是来 3月4号出现讯号 3月5号 一样 三角形跟箭头对不对 然后来拉回 又爆炸了有拉回 昨天又涨停 有没有 今天台通 今天台通又涨停 是不是 所以是不是领先全市场 台通的操作各位看一下 是不是这里都不要买 这里再买就好了 这叫做什么 这叫什么 来 这叫做效率操作 因为资金有时间价值 和机会成本 买在起账点 才会有效率 各位看到没有 买到盘整区很容易卖到起账点 如果你盘整区买到鸿海 这两天你加码鸿海 我给你拍手 那其实我们呢 我们昨天买鸿海 可能一天 就超过你 四个月的绩效 对不对 所以你是要买昨天 还是要买的盘整区 等 我是不喜欢等 对 我的操作 叫做效率操作 对不对 来 信景也是 台通信景同一天的 信景台通 信景这一天出现讯号 3月11号昨天涨停板 对不对 那今天呢 今天 今天不错啊 今天表现还不错 不过 来 今天各位不要追 看怎么拉回 因为 左边有压力区了 再往上冲 除非量更大 进入套牢区 今天 昨天信息还有什么 加金 昨天加码的加金 这上礼拜 上礼拜五嘛 启动 昨天是不是加码 那今天老师今天加金不动 这里不是套牢区吗 不过这个量蛮大的 所以这个套牢区 洗 洗筹码的时间 不会混那么久 这里有套牢区你看 这里高涨套牢的 会不会套了三个月 这个地方想要卖一下 变得小赔会不会 一定会 所以这个地方 必须做一些换手整理 不过今天量很大 我觉得还是不错 因为量大来讲 换手的时间会变短 所以你看 是不是买在起账点 迅速脱离成本 你才抱得住 如果你买盘整区 或者是一路往下买 那很辛苦 对不对 所以我的逻辑是要买哪里 买起账点 起账点怎么来的 两家筹码打分数 你看双红 对不对 这里加码拉回来我们进场 对不对 双红涨了几根 来我们看一下 双红三根 到了昨天吧 第四根 今天第五根 今天第五根 从我们出现启动讯号到今天 78% 给他今天再创新高五根涨停 有没有 昨天才第四根 今天第五根 从起账开始 78.8% 真的很惊人啊 所以 要跟我们一样 这里都不要动 这里买 老师这个讯号很惊人 对 这讯号怎么来了 不是随便指标交叉 他是量价筹码达到95分 你就记起来 包括 齐鸿 齐鸿是1月22号 1月30号 来第1个加码讯号 2月15号呢 第2个涨停板 1月30号是第1个涨停板 2月15号第2个涨停板 再来 8号拉回来 对不对 前两天嘛 不上礼拜四礼拜五嘛 回档对不对 昨天拉起来今天又往上 今天盘中也差一点点涨停板 不过 齐鸿本来跟双鸿比价 这两天 双鸿的走势比齐鸿强 昨天 强 今天双鸿再创新高 其实 很简单 老师那齐鸿要不要出 没有平常希望就不要出 对不对 所以 你应该跟我们一样 买在好股票的什么 起账点 这点蛮重要的 所以你看 波罗威也是一样 波罗威 21号 2月21号启动 2月26号加码 当天是第一根涨停 这两天拉回在直播间 好多人问 老师波罗威怎么看 我说波罗威 如果你踩错节奏 你买在这里尴尬嘛 这里拉回来买 找机会买就对啦 哇 你看 3月4号 第2根涨停 3月7号 第3根涨停 老师8号又拉回来 结果昨天又涨停 8号大洗盘 上礼拜五嘛 吓到吓死了 昨天涨停 第4根 今天再创新高 25% 市民有很多啦 不过你看 如果你有我们的方法 这段的震荡 你不会被洗掉 如果你没有方法 很容易 在波罗威上面 追高杀低 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套方法 第一个跟我们一样 好股票买来起账点 再来 中间的震荡 不要贴定盘 如果你盘中盯盘 你很容易被洗掉 你就按照 机率操作就对了 就那么简单 这段哪一档 滑通 你滑通 今天还要创新高 不是吗 所以滑通有没有被洗掉 没有我们还在 滑通并没有出 我们还在 滑通也创下这22年来的新高 所以 买股票怎么买 看到讯号买啊 讯号怎么来了 亮加筹码打分数啊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档 邀约 最近的强势股 也是一样啊 两根停板 把好一样拉回 今天呢 这昨天嘛 今天小震荡 小涨 买在起上点没差 对不对 所以这地方你不要追 上个礼拜四是礼拜五 不是建议各位 逢高不要追吗 拉回来拉回来 昨天拉回来 找买点 对不对 这哪一档 齐阳 齐阳最近买 齐阳今天会板有涨停 来 有没有 三角形跟着箭头 3月6号第一根涨停 然后呢 哇一样 7号8号大震荡 昨天常上影线来 今天涨停板 平新高了 没有创新高了 3月4号 今天第二根 3月12号 24% 所以 你看这里都没讯号不是吗 是不是跟我们一样 要买在好股票的起当点 包括达新材料 今天 也持续的往上冲 3月7号 这两天 8号 8号大家都回 今天平新高了172 59.3% 所以你应该跟我们一样 跟着我们一样 把好股票 买在好的买点 买在好的买点 富士达几% 来 富士达四根停板 涨了128% 他也是从400块涨上来的 所以要成为赢家你一定要跟我们一样买在好的股票的起当点 来 富士达啦 中右几根停板 五根停板 对不对 100% 121% 双红呢78% 台通26% 这都是今天创新高的股票啊 双红啦台通啦 齐阳啦平新高啦 华通创新高啦 是不是 鸿海 今天 再创新高 所以你看 要成为赢家是不是很简单 你鸿海这里真的不要买了 浪费什么 浪费资金的时间价值 也浪费了机会成本 应该昨天进去 一天的绩效 等于这四个月的绩效 不是吗 这就是赢家的操作策略 要成为赢家 赶快跟上赢家的脚步 不用羡慕 你也可以做得到 你看昨天 鸿海出现信号 今天鸿海差一点都涨停板 这就是赢家的策略 买在好股票的起账点 我们AI智能形象股已经把 最复杂的工程 选股 买卖 的讯号 位置 都帮各位标示的很清楚 所以你真的不用天天盯盘 而且我们还会在 每天的尾盘 跟大家提醒 最好的股票 在哪里 我们用APP 的抠讯方式 跟大家分享 所以来 这党是哪一党 所以 跟着大师角色计划你的操作 可以很轻松 如何轻松最简单 赶快跟上 春暖花开 388 强股 初级的优惠专案 你看 如果你前两天就进来了 昨天是不是 逮到 鸿海 是不是掌握到鸿海的起账点 是不是 所以你看上礼拜我一次建议各位来 赶快进来 千呼万唤 因为 如果你操作很顺利 当然各位就自己做 如果你操作不 不顺利 或者是 老师我操作的不错 但是好像技巧没有 没有想象那么好 那很简单 赶快跟上脚步 你看 鸿海你弄了四个月 我们一天就达到了 对不对 一天就中了 一天就达到你四个月的绩效 所以是不是该跟我们一样 买在好股票的起账点 老师好股票起账点在哪里 好股票的起账点 就在APP里面 所以 春暖花开 这数字真的很棒 388的专案 之前如果你有打电话过来的话 这次的专案你更应该好好把握 这段时间 好股票 纷纷出现了零涨 对不对 尤其是盘整形态刚突破的股票 一档一档冒出头 包括昨天的鸿海 你越早进来 赚越多 好好把握这次的专案 时间真的不等你 好朋友 拿起电话 立即拨打支付专线 成为支付赢家 我们明天见 你想跟上最专业的效率操作吗 记得订阅我的LINE YP和TG 这样才不会错过 筹码大师 最贴盘的资讯 跟我来 我先来